大家好,我是彩马小青 曾经有一段时间老赖欠债不还 影响孩子接受教育的传言 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有觉得合理的,也有觉得不合理的 其实这个传言并不准确 两会期间最高法审判委员会 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 给出了准确的说法 失信限制的是孩子上高收费的贵族学校 正常的义务教育和高学历教育 不再限制之列 我觉得这个规定还是合理的 不能因为老子欠钱就耽误孩子上学 其实在今天这个信用越来越重要的社会 失信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小事了 一旦成为老赖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 比如房子被法院拍卖 财产被冻结 出行将变得非常的不方便 包括限制出境 限制购买飞机票 限制买高铁动车软卧票 限制上高速 还有限制办理信用卡 限制使用支付宝等等 那么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失信呢 其中有四个记录 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逾期记录 尽量不要逾期 有信用卡和贷款的要及时还 如果逾期次数多 就会影响房贷 有个标准叫做连续三个月 累计六次 就会成为恶意逾期客户 房贷下发的难度会非常的大 第二呢 就是给别人担保巨额债务的记录 这其实主要是因为 咱们给别人担保了接近 或者超过自己经济实力的债务 一旦别人还不上 担保人就得帮忙还 这就占用了咱们自己的信用额度 自己想要贷款自然就比较困难了 第三个记录就是负债 如果负债 收入比例超过70% 就有可能影响房贷下发 举个例子 小王同学月收入2万 两张信用卡每个月还1万以上 车贷5000 负债收入75% 超过了70% 再贷款就很困难了 第四个记录就是配偶的信用记录 待会在申请所有贷款的时候 银行除了审核申请人的信用记录 和相关资料 也会审核配偶的信用记录 也就是说 夫妻双方的真信是相互挂钩的 主观 先银行除消费 先银行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